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谈谈北台湾的观光资源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桃园跟新竹 依照惯例还是要感谢毛玉祥博士生为我们制作的精美的PPT 好,今天的教学目标有三个 一,桃园国际机场是进出台湾的重要门户 而所在地桃园除了是北台湾的交通枢纽 也有其独特的观光资源 其中有一代领袖长眠于此 曾经是陆克的必访圣地是哪里呢 第二,全台有三大横贯公路 各位于何处北横公路的山林之美 加上新建的天空步道等 如何为桃园观光业注入新活力呢 三,各位对Longestay有概念吗 如何将景点玩得更深入,拓展得更多元呢 我们就一一来看吧 首先讲一下桃园,古称特安恒 最早是凯达格兰族还有道卡斯族以及泰雅族的居地 在清治的时期,汉移民在此 垦直桃树花海遍野,所以称为桃园桃花园 敏集的移民分布在沿海的地带 而越籍以及客家的移民则聚集于内陆 族群呢,分布非常的多元 现在可以说桃园是科技新都 因为呢,就位于首都台北市的生活圈 而桃园市因为离首都非常的近 所以有很多很重要的大型投资跟建设 除了国际机场之外 近年来发展非常的迅速 吸引人口的移入 也形成了桃园市中立市等都会区 更正一下 现在其实都变成是桃园市的桃园区 还有中立区 好,这里呢 因为是都会生活 大家赚的钱就是想花钱 所以有非常多的商场 Gloria Outlet 华泰名品城是全台首座美式露天Outlet的商场 在这里呢,集结了非常多的国际精品品牌 各种流行的时尚运动休闲品牌 提供消费者欧美式Outlet的购物经验 好,甚至呢 你可以看到 它的主题布置 也直接把自由女神从纽约市搬到了桃园市 好,桃园景福宫 这是非常有名的庙宇 创建于清乾隆十年 也就是1745年 由于呢,当时瘟疫盛行 当地张州人遂建庙祭祀 开张圣王 祈求必有 各位应该会发现 庙宇呢,很多时候不只是信仰的中心 很多时候也是医学的中心 后来更演变成是教育的中心 美食的中心 文化的中心 好,景福宫是当地信仰的中心 而且以此庙为中心向四方发展 形成了聚落商圈 所以呢,又有桃园大庙之美誉 而现在可以看到呢 这个庙呢,有前中后三殿 规模非常的壮观 其实呢,非常的雄伟 李腾芳古宅 也是来桃园必游的一个景点 这个空拍图呢 可以看得到真的是非常的壮观 这新建于1856年 因为李腾芳高中的举人 是同年台湾出生的世子宗最佳的 所以在桃园大西文坛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台湾的名载就是这样 一旦呢,有人金榜提名 光阳门妹之后呢 就会逐渐的往外 往旁边延伸 而这边你可以看到 屋顶一由后至前 左尊右卑的原则 充分诠释了儒家的尊卑有序 还可以看到文奎这个大扁鹅 还可以看到呢 明金的近视还有宿静等牌子 好,再来爱吃豆腐 爱吃豆干的 当然都知道 一定要去大西老街 大西地区呢 因为紧邻着淡水河 有着航运的优势 所以呢,形成了贸易市集 也聚集了非常多的店铺与商骨 在1919年 也就是自治时代的大政八年 世界改正计划 将常用于庙宇建筑的 简粘与胶纸套 应用在商宿的牌楼上面 所以呢,每个商号 融合了巴洛克的建筑 跟美南传统的装饰图案 别有一番风味 各位可以看到黄大木的豆干超有名 诚如刚刚讲的巴洛克式的建筑 然后又有美南的传统装饰胶纸烧等 好,大西豆干为何跟其他的豆干不一样呢 那是因为他们呢,是采用外皮厚实的黑豆干 口感比较扎实 卤得更久之后呢 会更加的入味 所有的美食背后都有精彩的故事 大西豆干当然也不例外 传说呢,是1920的皇屋夫妇经营豆腐的生意 为了让豆干可以保存长久呢 就将豆干呢,卤得咸咸的 然后再用红糖来熬制成焦糖上色 没想到呢,诶,此举造成了大轰动 因为华人就是喜欢红色 代表的是吉祥如意 颜色不仅漂亮 内容呢,也很可观 阵阵的豆香各位闻到了吗 是的,记得到大西区一定要买豆干哦 好,接下来 刚刚有讲到 桃园市中列祠暨神社文化园区 前身为桃园的神社 创建于1938年 创制的背景是因为1937年 台湾总督府推行一庄一神社 所以呢,留下来这个历史的痕迹 战后神社改为桃园中列祠 而在1972年台日断交之后 内政部下令清除日本神社 所以呢,全台大小神社 大概都遭毁损 仅桃园神社 还有其他少数几个神社 获得保留 接下来这是很有趣的一座糯米桥 糯米怎么做桥呢 没错,又是古人的智慧 像你如果来到台南去看看 台湾最古老的城墙 你会发现他们用的是三合土 里面其实就用到了糯米 以及苛刻灰和糖汁 因为这些都是很有粘性的东西 而且很难想象 这个可以屹立数百年而不摇 好,现在我们来谈大平洪桥 这是1923年当地乡生所发起新建的 因为呢,这个地方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西还蛮宽的 要过河呢,不方便 所以师生号召就盖了这么一座桥 取名叫大平 象征永垂不朽 平平安安 因为桥生是以红砖堆砌而成 所以当地人呢,也把它叫做红桥 为了要让桥的寿命更长 结构更坚固 建桥师傅呢 在里面的水泥和石灰 添加了糯米水 所以又别称为糯米桥 各位可以看到真的也是网美拍照的景点 好,刚刚简单的提了桃园的一些有趣的观光资源 包括保留下来的神社 还有呢,非常多的购物商场 但是老师喜欢爬山 我相信很多人是喜欢生态旅游的 老师年轻的时候 最喜欢参加救国团的活动 那时候呢,不管是北恒、中恒、南恒 老师都是走过的 一步一脚印 那现在很快介绍一下北恒 北恒呢,有瀑布、步道、古道 从入门款到进阶版都有 如果喜欢瀑布的 想要享受清新敷离子和清凉的溪水 就可以去悠、霞、云、瀑布 或者是小屋来瀑布 那当然如果要感觉巨大洞穴魔力的 也是网美拍照景点的 那就是三名的蝙蝠洞 我个人的最爱还是 拉拉山的巨木群或神木群 对我来说,他们真的好像是手拉着手的巨人们 深呼吸 还可以享受美味多汁的水蜜桃 再来讲一讲 泰雅族的古道 巴林古道 在这里不仅可以享受部落之美 还可以探索一下沿途的自然景观 另外也有自助导览 东眼山步道 全长四公里 其中还有一座台湾的小百岳 另外脚板山践行也是不错的 就在复兴乡的蒋公行馆 好,简单的说 这就是桃园的观光之言 继续往下看哦 刚刚老师也提到了Long Stay 嗯,这其实是未来旅游的一个趋势 什么叫Long Stay呢 简单的说就是希望客人不要走马看花 而是可以在这个市区停留的久一点 那如何让客人停留的久一点呢 第一,必须要结合社区的力量 扩充在地文化的景点 所以不是一个人 而是整个社区必须要达成这样的共识 第二呢 我们不鼓励走马看花 我们不鼓励上车睡觉 下车拍照 而是希望创造一些有特色的stuff 那个可能是东西 可能是文化 可能是活动 可能是节庆 也可能是DIY 换句话说就是各种的可能 再来Long Stay是旅游的新趋势 不一定游得完而已 很多时候其实客人要的是Escape 逃脱 什么意思呢 跳脱 原有的生活圈 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 那么台湾各个角落 其实都有多元的 很有趣的风土人情 好好的挖掘 好好的结合社区的力量 Long Stay就是我们的未来哟 好 接下来讲新竹市 新竹市 大家第一个想到 当然是新竹科学园区 可是在竹科之外呢 新竹县市 其实还有很多很棒的旅游 观光的资源 首先美国加州有个文明世界的 70 mile drive 我个人就去过好几次 真的好美 除了看海岸的风光 还有海岸边的豪宅 真的美不生收 可是你知道吗 新竹市也有个新竹17公里 海岸风景区哦 那海岸风景区怎么玩呢 再来竹科之外 桃园其实也靠海 然后因为有科学园区 又有清华跟这个交通大学 所以它没有很多 跟科学有关的景点 另外当然也有很多的客家美食 我们如何玩呢 来希望待会儿 大家可以集思广益哦 好新竹还有一个特色 它独特的天后 成就了独一无二的美食 像新竹的米粉 新竹的贡丸 新竹的饰饼 都是 丁杠五名仙 会杠五岁名 那研究一下 为什么新竹的米粉 不一样呢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猜猜哦 跟天气有很大的关系 好另外 新竹城隍庙 也是非常有名的 城隍庙祭拜的是何方神圣呢 来我们边想 然后老师就边讲咯 来讲一下 新竹的古民呢 竹茜 因为早期这是 道卡斯族竹茜社的居地 清治时期 汉移民来台 沿海的平原 大多是闽南人居住 而丘陵的地带呢 则是客家人 还有平普族聚居 塞下族 泰雅族呢 则退居到东部比较靠山的地区 好 丰城竹科 两个点 第一个 为什么叫丰城 真的 九江峰超强的 强起来 好像是过台风呀 竹科 因为有两大 大学 也就是清华和交大在这边 所以呢 1980年 当政府设立新竹科学园区之后 吸引了大批国内外的厂商前来投资 其中呢 夺为高科技人才 他们呢 加速了台湾高科技工业的发展 时台湾成为全球高科技代工产业的重镇 当然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也是在这里 好 朱倩城简单的讲一下 这边可以看到古时候的这个城门 在日治时代 因为世道改正 续拓宽道路 陆陆续续拆除了古城门跟城墙 东门的银溪门 是目前新竹硕国仅存的城楼 而城下的护城河 自从2000年进行绿化改善工程以来 已经设计成具备有修气娱乐功能的清水公园 真的是不错 夜景看起来也很漂亮 好 刚刚老师有提到城隍庙拜的是谁呢 来研究一下吧 城隍其实指的是保护城墙跟城河之神 后背拟人化的结果呢 把城隍视为是地下的司法审判神 OK 他们呢 有不同的职籍 最后加封为省籍的威灵宫新竹都城隍 哇 这个名号是真的蛮响亮的 OK 就想一想 有点像阎罗王那种感觉 因为是地下的判官 OK 那有庙的地方呢自然就聚集了很多的美食 很多的小吃 而这里的小吃其实以客家小吃最有名 各位知道客家的美食客家的小吃有什么特色吗 一样哦 想一想 待会我们公布答案哦 好 这里是新竹火车站 新竹火车站是清朝末年流民船建造 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新竹火车站 新竹火车站是清朝末年流民船所建造的铁路的终点 而在日据时期呢 将流民船所建的铁路呢延伸 然后有些部分是改线 也就成了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火车站 这是1913年进攻的 这个建筑非常有特色 结合了巴洛克跟哥德峰 各位可以看到 斗鞋的屋顶 厚实的红砖墙 以及华丽的希腊式柱头 具有庄严 典致的异国风情 也是台湾目前最古老的现役车站哦 好 北普老街 刚刚说了 新竹非常有名的什么 是的 有米粉 还有柿饼 当然还有 鼠称碰红碟的 东方美人茶 好 讲一下北普老街 这是呢 清道光15年 也就是1835年 江秀鸾奉令同闽人所组成的金广幅 基于拓展 然后变成了街道 住屋锦铃相连 以达到防御的效果 这在鹿港 这在鹿港也可以看得到 当时真的是 倒匪横行 或者是因为人民求生不义 常常会有一些不良的治安情形 所以呢 就挨家挨户 大家守望相助 好 然后讲点开心的 开心的是什么呢 这边有特产 特产就是借着 九江峰制成的 柿饼柿干 以及呢 蚵仔含鸡鬼变 那这边 可能要考各位 什么叫九江峰呢 九江峰其实就是 农历九月 也就是入秋之后 开始的东北季峰 东北季峰是非常强的 尤其是在海边的地区 风呢 有时候强度可以高达 像台风的等级 可是就是因为 东北季峰呢 又冷又干 造就了新竹的米粉 其他地方都比不上 因为米粉一做好之后 被这个风一吹 就变成Q 对对 有个软性性 就跟我们的饰饼是一样的哦 好 那这边特别提到 东方美人茶 什么叫东方美人茶呢 第一个 它的茶叶非常的特别 它必须要有小叶铲咬过 才会发出一种特别的清香 我个人是喝过的 完全不用加蜂蜜 可是就有一股蜂蜜的甘甜的风味 然后为什么叫东方美人呢 因为那时候为了要推销 这样子的好茶 一定用台湾的美女 穿上台湾传统的旗袍 所以对外国人 当然指的是英国欧洲的人来说 哇 Oriental Beauty 来自东方的美女 谢谢 所以这个名称呢 不禁而走 就成了东方美人茶 那各位可以看到 饰饼 对不对 记得哦 上面白白那一层 并不是 并不是 发霉 因为很重要 所以提醒你 就跟昆布一样 昆布 那些干的海带呢 表面会有很多脂味 就是最甘甜 最味美的这些结晶 饰饼也是哦 OK 所以 吃好吃的饰饼 记得到新竹 那吃了新竹 好吃的 好 接下来还是讲 北普老街的古迹 金广福公馆 就是当时 爱肯总部 以及指挥中心 那刚刚提到的 江秀鸾 也就是金广福的 第一代 开肯的首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故居翻修之后 真的还是蛮壮观的 公馆左前方 则为江秀鸾的宅邸 因为他的唐号 为天水郡 所以呢 取名为天水堂 金广福 为祈求 开墾顺利 并且呢 与原住民 对抗顺利 所以呢 就建了庙 四奉的是观音 名为 慈天宫 慈天宫呢 后来也就变成 北浦地区的信仰中心 好 新竹米粉 米粉最早的由来呢 是起源于 因为中国人 习惯 面点的北方人 迁居到南方 而南方是以米食为主 所以呢 在北方的时候 他们把小麦 乔麦变成小麦粉 乔麦粉 到了南方呢 自然就把米 拿来做成米粉 也就是米做的面条 这样子的做法呢 是在十九世纪中 传入新竹 因为呢 新竹水田 密布 盛产稻米 所以就成为 制造米粉的重镇 又因为在农历九月 OK 入秋的时候 东北季风 又强又久 俗称酒降风 非常适合 拿来风干米粉 也就是老师刚讲的 记得因时因地而至宜 老天爷给你风 你就来做风干的米粉 对不对 来 往下 那新竹的供丸呢 哎 台语听得懂 就知道 什么叫做 咣 给你打 是的 什么意思呢 供丸 其实呢 是猪肉做成的一种肉丸 是要经过木棍的锤打 用骨子 给你咣咣咣咣 所以台语的打 叫做咣 所以呢 这样子做出来的 猪肉丸子就变成 贡丸 为什么新竹地区的贡丸会闻名全台呢 是因为他们坚持使用最新鲜的温体株 种种的优点使得新竹的贡丸远近迟迷迷 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政客地方首长也都出来卖贡丸哦 好 来 那当然 如果喜欢吃丸子的应该都知道 不只是贡丸 现在还有什么呢 香菇丸或者是香菇的贡丸 甚至呢 在这个海边的地区 还有各种的鱼丸 骑鱼丸啊 鲨鱼丸啊 等等 所以老师常说 吃美食是很赞的 但希望各位在吃美食的时候 也想一想 嗯 这个地方很特别哟 为什么会做鲨鱼丸 为什么会做贡丸 怎样玩 新竹这样玩 刚刚提到的新竹17公里海岸线 被誉为北台湾最美的自行车道 从起点的南辽渔港 到渔林天梯 看海公园 香山湿地 竖琴桥 海山渔港 到香山的沙丘 想骑就骑 想停就停 大家不妨去看看哦 入秋之后的酒降风 造就了新竹米粉和饰饼 记得哦 老天给你风 你就做米粉跟饰饼吧 另外客家小炒 有什么特色呢 很咸 很香 很下饭 我的母亲是客家人 所以我知道 客家人真的是非常的勤俭 持家 为什么要做的咸呢 因为当时物资不易 所以呢 一定要用大量的盐 来腌制才能够保存到那些食品 那既然很咸 自然就会很下饭 是这样没错吧 没错 可是还要很香才可以 比如说咸猪肉就超好吃的 比如说炒 鱿鱼干 真的都是又咸又香又下饭 好 再来复习一下 城隍庙拜的是什么呢 阴间的司法神 他掌管王魂 讲善 做善事 会受到奖励 罚恶 做恶事的 不是不报 是实际味道哦 OK 会为我们增进幸福 所以到新竹 别忘了去城隍庙 走一走 逛一逛 就先讲到这里咯 谢谢